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 到美国征召青年宣教志愿军的时候 有很多青年人响应他的呼召前来和他面谈 戴德生问了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来考核哪些人才符合宣教使命的需要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要去海外宣教 有人说 因为主耶稣命令我们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民听 也有人回答 我要去 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那是唯一能救他们脱离罪和死的福音 戴德生听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答复之后 看着那些年轻人说 你们的动机都很好 但我恐怕当患难和试炼来临的时候 你们就会跌倒 特别是需要为信仰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 唯一能够使你们气力不搖的动机 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所说的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只有靠着基督的爱 我们才能走这条宣教的路 戴德生在宣教工厂上经历了许多严苛的考验 因此他知道 光凭着自己一厢情愿的热心去侍奉神 在遇到患难挫折时 很可能就会败下阵来 只有被基督的爱感动 处于爱的侍奉 才能面对各样的挑战 做出讨神喜悦的事 处于爱的侍奉 也才能持久 基督徒都知道要侍奉 但是当事情多的时候 侍奉往往不知不觉就变了味 有一天 主耶稣和门徒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 姐姐马大为了招待主耶稣 可以说是忙得晕头转向 忙到一个地步 她向主抱怨 妹妹玛利亚 一直坐在耶稣脚前听讲道 似乎太不公平了 主应该叫她来帮忙才对呀 但主耶稣听了以后 却夸赞玛利亚 说她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其实马大和玛利亚都是爱耶稣的 但是马大是以自己觉得最好的来侍奉主 为了完成工作 她甚至指挥其所侍奉的主 要怎么做才对 玛利亚则是选择抓住时机与主同在 借着听主的话来侍奉 侍奉主是以主为中心 而不是让自己的想法成为主 所以做事做得最多的人 就是最爱神的人吗 恐怕未必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拥有很多头衔 参与很多事工 但是如果不肯花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渴慕听神的话 专心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在真理中得神的认同 当然也就不可能被神悦纳赐福了 相反的 一旦我们抓住了神的心意 知道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与神同工的侍奉 就不会像马大那样 一边服侍 一边被思虑愁烦 搞得心服气躁了 有个故事说到 一个小女孩背着一个小婴儿 步履满山地走着 有人看到就问她是否会很累 她的回答令人惊讶 她说 她不中 她是我的兄弟 这句话表达了手足关系的情谊 后来被不断地引用 更被编成经典名曲 侍奉主 是出于和我们所侍奉的主的关系 圣经里描述 神是君王 我们是他的子民 神是牧人 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养 神是父亲 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 神是丈夫 教会是他的妻子 这些都在比喻 神和属他的人之间那种 非比寻常的关系 君王代表神有绝对的权柄 牧人代表神的眷顾 父亲代表神无比的爱 而丈夫就代表了 神和属他的人那种 最亲密的关系 在与主耶稣的关系里 以他为中心 这样的侍奉才能持久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和七十五节说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他 主耶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让我们可以侍奉他 我们在耶稣基督爱的激励下 侍奉神 就是爱的侍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